哈囉 歡迎收看阿宅新聞網 跟我們五分鐘最夯的話題都在您掌握中 好 今天我要為您介紹一個非常新奇的新玩意兒 雖然手機都標榜可以照相 正的拍反的拍非常厲害 但現在居然有手機軟體可以來空拍 而且用的還是直升機非常新奇的技術 誰買的新玩意兒呢 今天我們請到了手機達人CJ 帶我們來強先看 主播好 客觀的朋友大家好 所以你還帶著你的直升機寵物 它會不會攻擊我啊 不會 它很平穩 就是我不用操控 它也可以停在原地不動 很拚你的話 對 這是什麼樣的新玩意兒 你是用你的手機來遙控操控它嗎 對 我就是用我手機的畫面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去做 控制它的任何動作 原來如此 那你做的只有下載了一個軟體 對 它沒有做一個軟體 它就可以來控制了 對 它就可以用Wi-Fi的方式來控制它 就是手機只要你iPhone Android iPad 都可以當作它的遙控器 然後它的 它前面有個攝影機是HD的廣角 它下面有個攝影機可以空拍地上 就是用這個來空拍 可以錄影 可以照相 對 太方便了 它最高可以飛到50公尺 就是最遠可以跟手機 距離50公尺這麼遠 50公尺已經足以空拍一些畫面了 對 其實飛到大概10公尺 20公尺 就可以拍到一些很不錯的 平常看不到的畫面了 對 對 所以你在家裡有偷偷練過 有 有 稍微玩了一下 聽說你會不會有一些特技 對 它其實可以做一些翻滾的特效 來 我們來秀一下 可是不要攻擊我 好 有點可怕 它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只要按一個按鈕 它就可以立刻轉一下 非常的簡單 高度的話 不太好控制 它會自動下降 那我再翻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要攻擊我了 真的滿靈活的 對 所以它可以飛到任何一個你想要的地方 然後照相 對 然後它就可以 像它是可以用手機可以直接拍照 或其實它現在手機錄影的畫面 它就是現在像相機的鏡頭 所以它現在在錄我嗎 對 它現在在錄你 哈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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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直升機先生 好及時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錄到了什麼東西 你的背後的畫面就是長這樣子 對 後面的電線都錄進去了 對 了解 那給它回到主人身邊 好 像如果說你是iPhone手機的話 你可以兩個人一起對戰 比如說一起追逐 或者說一起對打控制 它是一個擴增實際的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一人有一台的話 可以彼此用彼此的手機 來玩直升機的賽車遊戲 對 就是可以一起競速 或做一些追逐或一些控戰 它一個模擬的就是相機 然後去做攻擊對方的一個動作 不過其實它在這樣的室內 是有點懷彩不育的 它的室外應該發揮的空間 就可以滿大的 我覺得用它這樣子飛到 比較高空的地方 然後去看說 這附近的城市也要輪廓 就是不用登上101 也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錯的 一個高空的景象 這好有趣喔 這有點像是三個傻瓜裡面 也出現了這樣子的畫面對不對 對 三個傻瓜裡面就是一樣 也是四個螺旋槳的飛機 對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想不到現在居然成真了 對 那時候看到電影就很想說 我也要買一台一樣的直升機來玩 對 所以這樣已經買得到了 台灣 日本都上市了 台灣就是沒有賣 可是通常都從國外帶回來的比較多 在國外其實還滿常見的 這樣子一個玩具 了解 對 然後我們來看到 就是你在這個 你去拍的櫻花 那些櫻花季嘛 對 就是 那你也拿它去拍的櫻花囉 對 我在南投就是 就是比較街道上面的地方 就是用它飛的時候 就是飛在飛 因為看到櫻花 我就立刻用它的攝像 照相機把它拍下來 把它攝影起來 所以這是直升機獻線的成果 對 對 就是它其實花紙 給大家看其實還滿清楚的 對 它不太晃 還滿清晰的 對 還有這個也是它的山頸 這個 那它的安全性的部分呢 會不會碰到人傷人 譬如說如果你想要拿它 來攻擊我的話 我會不會受傷 其實它外面有一個保麗龍的保護 就是它是室內的 你可以輕輕推一下 對 它其實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對 而且好輕喔 對啊 對 然後而且它特色是說 假設說今天它不小心可能是碰到樹枝的 樹枝或樹葉的話 它乳菌腦會自動感應 然後立刻自動停止 對 相信它以後 應該要幻化成更多的形態 對 也滿期待的 還滿期待它之後的一些功能 譬如說它之後會推出一些什麼 GPS的功能讓它自動飛行之類的 也滿讓人覺得很期待 很新奇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對 新的玩具 那我們也感謝今天帶來這麼新奇的分享 也希望你還喜歡今天的阿傑新聞網 營養的心情 想和我們分享的話 也在屏上見囉 掰掰